鄭啟泰 健康生活 香港有辦法 再繼續今天我們星期六早上 健康生活 香港有辦法 有鄭啟泰 發財生的黃先生 這一部份就有蔡子銘醫師在這裡 醫師 早安 你好 早安 大家好 黃先生 看中醫 你看過 通常知不知道中醫第一件事 見到你是會做些甚麼 見到我們當然是填表 你還卡出來嗎 身分證不關 有沒有大夠錢 說笑而已 其實中醫師來說 他好像見家長 見到之後看你 他的眼神看你 我知道他一直在吸收你的磁場 看你怎麼樣 掃了掃你的樣子 拿手出來 我又不知道拿左手還是右手 拿兩隻手出來 最安全 任他 就是左手就是右手 任他沒有 摸完之後他就說 很奇怪 有些中醫師有時候貪方便 去到哪裏 看到哪裏 其實這個是不好的 應該有一個叫家庭的中醫師 在那裡照顧 我沒有說 我時間充足 那天覺得不太舒服 那天覺得不太舒服 我等人的時候 咦 有一間中醫診所 有間在阻礙我 就去吧 就去吧 就好像茶餐廳 去馬會投射站 隨便一間一樣 那他進去之後 他就熬了 就完結了 那件事 那我看他打默 那時候 那時候他就在那裏 我不知道他在想著 往事 還是想著我的脈搏 總之他又不出聲 撞下他的頭 有時他就看著我 那看完之後 一聽到你出來 我就聽話 一聽到你出來 然後他就聊聊聊 都不知道他寫什麼 沒法子 自己不是這一行 可能他已經執定了 那究竟他看著 我們記得那個面疹 我們略略說過 把脈 有些中醫師把脈很快 我認識一個 你就不要開名了 哇 他三秒鐘把脈 不是啊 是啊 我感覺到他的手 還沒碰到我 就行了 我心裡你不要做這個動作 是不是真的看到 他的電波那麼厲害 有些很詳細 摸你五分鐘 或者八分鐘 或者十分鐘 那我可能覺得 嘩 這個怎麼炸的 為什麼摸那麼久 那其實應該摸什麼 我也不知道摸什麼 其實呢 就是今天我們來教大家 把脈 就是把脈 就是把脈這件事 很多人會覺得 中醫很神奇 是 把脈究竟可以知道多少 把脈呢 首先在我們中醫裡面 望文文切四樣裡面 是歸入切裡面 切就是關心 切入一個人的裡面 所以把脈又叫做切脈 切脈 所以切診 切診其實除了包括把脈之外 還包括一些檢查的 一些手部的檢查 但我們先說切脈 檢查什麼 檢查什麼 手指甲啊 肚子摸一下 張力高不高 摸一下其他的地方 這些切診 但是最主要是說把脈這件事 把脈把什麼呢 通常中醫師 把脈用多少隻手指呢 三隻 三隻 其實為什麼是三隻呢 三隻就剛剛好代表了人體 我們中醫 將人體分為大概三個部份 上、中、下 我們中醫叫上焦、中焦和下焦 即是焦頭爛額的焦 這個意思就是 我們中醫 法國 即是老祖宗 覺得我們身體 某一個部份 可以反映到 我們人體的整體 他們的經驗 告訴我們 原來是一個串口的位置 就能夠反映到人體的整體 什麼叫串口呢 這個串口就是 我們經常中醫 你看到它把脈的位置 就是我們的手腕 下一點 有一個血管的位置 割脈 割脈自殺 不過我們今天是切脈 不是割 很少形容 割脈割 通常中醫為什麼用三隻手指 你清楚了 三隻手指分別就是 它想知道我們人體 大概來說 上、中、下的狀況是怎樣 即是上面就是上面的 中間就是中間的 是不是近的手指頭那邊就是上焦 是的 沒錯 那感覺又怎樣呢 感覺其實 中醫通常就是 左右手 基本的把脈 左右手都要把的 為什麼呢 就 因為分陰陽 左手和右手 剛好就是一陰一陽 哪隻是陽 哪隻是陽 我逐一點講一下 在我們的 我心裡很急 嘩 真的 繼續 沒有浪費時間 因為射把脈都不知道 是把脈 很高深的 先講 左手邊的三隻手指 由上 左手的 把左手的三隻手指 由上而下 是肺 不是 講錯了 這個是左手 心 肝 和腎 心肝 右手邊 是肺 皮 和腎 是醫師的左右分 還是那個病人 病人的左手 右手 就是你現在看自己 左手 由上到下 就是 心肝 腎 右手 就是肺 皮 腎 我們會看到 心在中醫裡面 煮血脈 和血有關 肝在中醫裡面 藏血 肝 是跟血有關 所以左手 我們發覺 把的東西 可能是跟血有關 多些 在中醫裡面 看看右手 肺 肺 肺 煮氣 肥胃 又是生氣 血 統攝氣 統血 氣 所以 右手似乎 是跟氣有關 多些 所以 我們中醫裡面 分開了 陽和陰 這兩種東西 左手邊的血 因為它是流動性的水 所以是熟陰的 右手邊的氣 氣 在中醫裡面 是會動的 會動的 會運動的 所以是熟陽的 那就分了兩個陰陽 如果大家真的很想試試 自己把脈 我們現在都可以試試 把脈 基本上我們先定過 中間那個 那個位置 鬼怪這隻手 讓我先把脈 就是中指 是的 如果家庭觀眾 家庭的聽眾 你們不知道的話 可以拿你的右手 先繞過來 你左手 向下面繞上來 你左手的手腕 這樣 先摸一下 你的手指公 那個邊 那個手腕 落一點點 你會發現 有個骨 突起身的 這個骨 我們叫做 撈骨經突 因為這整條骨 在我們的手肘 去到手腕 這個位置 手錶那個位置 手錶那個位置 就是一個撈骨 裡面有一個頭 就凸了出來 凸了出來 這個位置 我們通常是 放中指的地方 然後你就把食指 和無名指 都放上去 然後就感覺一下 先感覺一下 你試試 勢力一點 大力一點 向前後左右 推移一下 看看 找不找到 你自己的脈管 跳動得最大力 我感覺到 現在 我們中醫叫做 最應手的一個位置 原來 很強 你很強 可能是火重一點 這個就是我們中醫所說 這個就是 你的最主要的脈象 如果一般基礎的 靶脈的方法 看些什麼呢 第一 就是看一下你 力度的大小 究竟是強 還是弱 第二個基本就是看 他的位置在哪裏 有些人 小小力就摸到 有些人 說你要摸到骨 才摸到 那你就知道 大概 說他的病 心淺在哪裏 摸到骨 才摸到 病是否深層 可能那個寒氣 走到很入 你想想 如果小小力就摸到 在身體很表面的狀況 感冒 是不是 或者咳的情況 比較多一些 一些表面的疾病 再來說 浮和沉 就是表面和裏面 看了 再來看大小 你摸的時候 有些人 無論前後左右推移 都摸到的 脈管很闊 可能又代表著 一個人的氣血狀態 是多還是少 這個大小 粗幼度 再來就是看他的波形 波形是怎樣 就是他組合的脈象 你三隻手指把出來 原來他好像一顆豬走來走去 他喜歡叫魚盆走豬 就是經常 那些人在電視劇裡會看到 這個是滑脈 就是可能是 身體有一些 有些東西在那裏 通常是說那個 任神脈 就是懷孕的一個脈象 是不是滑脈一定是任神呢 如果是男生在那裡 那怎麼辦呢 這樣不一定的 有時候是煮一些身體裡面的濕氣 或者一些氣血的狀況都可以的 所以除了一個波形之外 快慢都很緊要 是不是 多快 代表著有個熱在裡面 或者跳得很慢 可能是一個寒氣 有些人甚至在一分鐘會停一下 停兩下 或者跳三下停一下 這個西醫 可能有些早博 有些心律不正的狀況 在中醫裡面 我們叫做可能是結脈 待脈 或者是一些束脈的一個狀況 你看脈象可以看到這麼多東西 今天就大概只能夠介紹到這麼多 但是呢 還有一樣東西想說 其實中醫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門派 就好像是武功那些 有少林派 有武當派 中醫的把脈其實都有很多派 好像我剛剛講這些 其實是一些很基礎的脈法 還有一些再深層的 譬如將一個脈分成七層來看 可以知道你身體哪一個準確的部位 譬如醫師怎麼把脈可以知道 你頸痛 你手痛 腰痛 就是因為他有很多不同的門派 有些人甚至可以把脈 就知道你每條經絡 哪條經絡失了 有些什麼問題 全部都知道 知道你如來神掌 萬八朝中派 但是當然呢 各個醫師 他跟的老師不一樣 你學的東西就不一樣了 所以是很高深的一件事 大家可以多點嘗試留意一下 玩一下 打給黃先生了 27872998 打脈黃先生就不懂 不過生頭髮和頭皮健康 他就最拿手了 27872998 我們會有一次頭皮頭髮 管理和評估的檢測給大家 看看你什麼問題 接著我會有一次 蛋白營養 納米能量建發體驗療程免費 給大家試做 亦都會有一支發出新的Pitch 5點5中藥洗碗 送給大家 好 今天再一次麻煩你 卓志明醫師 好 多謝你們 拜拜